对于轿跑型SUV呢 我一直对它的定义就是 它可以让你的平凡的生活 有些不平凡的体现 但是呢 我觉得我身边的这辆X4M 就完全不是这样的 因为从它诞生的那天起 它就注定不平凡了 它搭载的代号为S58的3.0T 无论在压发动机 是现在全世界最强的直列六缸发动机 它可以输出超过500马力的动力 并且呢 它相比于现款的M3 M4上面那款 S55发动机 它用到了更多的锻造配件 更好的散热系统 甚至用到了3D打印技术 那我听说呢 就是它现在还有非常多的潜力 没有被发掘出来 所以我相信呢 它如果搭载到下一代M3 M4的车型上呢 它肯定会爆发出更恐怖的数据 那说回这台X4M呢 其实配合这台3.0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其实它的外观也做了非常多的改变 除了我们能看到的一些空气动力学的套件呢 它的车头能打开的地方 全部都打开了 这都是为散热去做准备的 侧面呢 它的轮圈搭载的是一个21寸的轮圈 前面是255的轮胎 后面是265的轮胎 并且配的是米其林PS4S 这是一个顶级的街道性能胎 里面还可以看见有一个非常夸张的蓝色的卡钱 那车尾呢 它给的是一个双边共四处的排气 不过它的排气声浪 我觉得少了一次炸力 坐进车内呢 首先它整体内饰颜色是红色的 我觉得这就跟它这个黑色的车漆形成了一个呼应 就像这辆车的潜在消费者一样 外观呢 可以普普通通 但是内心呢 一定要闷骚起来 那这辆车整个内饰的设计呢 就跟一辆M的性能车 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的 大量的碳纤维的包裹 然后一个M的方向盘 前面是两个红色的M1M2K预设的M模式的按键 然后它的Engine Star也是红色的 这边呢 可以看见 它的挡板也是M专属的这种往侧面去拉的一个挡板 然后旁边呢 是它的驾驶模式选择 悬挂的调节 还有方向盘力度的调节 包括还有排气的阀门 所以说这个运动的营造啊 是非常到位的 首先告诉你这是一辆性能车 那其次呢 它的两边座椅都是这种M型的座椅 它可以单独去调节两边侧翼的角度 所以说呢 就是你的不管是什么身材 都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包裹性 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并且我觉得这个座椅啊 其实坐在这还挺舒服的 它对腰部的支撑 其实那个感觉还挺软的 两边座椅都在座椅加热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主驾驶 这边有两组的座椅 然后其他的舒适性配置上呢 哈曼卡顿的音响 然后前面这个多媒体的系统呢 是有卡布雷还有导航的功能 它的前排有非常多的储物空间 这边还可以无线充电 而且还有非常多的USB插口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真的是 在保证你强大性能的同时 也能保证 它是一辆日常可以开的daily卡 我觉得这是一辆高性能SUV车型 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那来到后排呢 这辆车就跟一辆普通的X4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它的靠背依然很直 头部依然会顶头 不过呢 配置上是有些惊喜的 它的后排有可以独立调节的空调 两边呢 有配有座椅加热 下面呢 还有一个12V的电源 并且呢 这辆车还有一个跟X4一样 空间并不算小的后备箱 所以实用性呢 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对这辆车的实用性 依旧不满意的话呢 它还有一个孪生兄弟 叫做X3M 跟它同样拥有 非常强的3.0T发动机 并且呢 那辆车的实用性 就要更强一点了 那其实呢 对于这辆高性能SUV呢 其实我觉得 选择它的人呢 就是它只能买一辆车 它要兼顾高性能 跟实用性的这个平衡点的话 那这辆车呢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那不过呢 我觉得对于 实用性更强的X3M 跟外观更骚气的X4M 如果你让我选的话呢 我肯定会选择这辆X4M 那如果让你选的 你会怎么选的 OK了 那这就是这期的老铁快上车 咱们下期再见